好 大家平安 今天早上我们要继续来讲《出外集记》 现在奉主耶稣圣明 请大家看十九月第三 以色列民过红海 以色列民过红海 昨天我们的传道说 刚好今天过红海 就休息了 过了红海就休息 明年我们再接续 因为我们台北教会下个月领恩会 我在下个月也要出国一个月 所以明年的一月我们再来 这一段时间以来 我们一直唱一百九十六首 兄姊妹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一直唱这一首 因为这一首就是《出外集记》的赞美诗 唱啊唱啊大家也比较熟 所以我在走路的时候 也听到弟兄姊妹在哼 谦在埃及啊为罪作奴仆啊一直唱 也有一点印象啦 其实昨天晚上啊那个五十九首也是啦 因为时间关系没有唱 所以我今天又要唱哦 再唱五十九首这两首啊可以说是《出外集记》啊 最贴切哦 最贴切哦 最适合的两首赞美诗 好 昨天晚上我们讲到分别为圣归给神 就是蒙拯救的人啊 要自己分别为圣啊 要分别为圣归给神 还有云柱火柱的带领 从十三章开始 云柱火柱就出现 一直来带领他们的路程 不管黑夜 不管白天 一直的领他们在旷野走路 一直到过约旦河 那今天我们要接着讲 就是以色列百姓过红海 云柱火柱一直带领他们走 我们先把十四章前面这几节看 十四章的第一节 十四章第一节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你吩咐以色列人转回 安盈在比哈西路前面 密度和海的中间 对着巴黎喜分靠近海边 就是这个路程 让法老又起了变心 他想要追杀以色列民 因为根据地图来看 从南塞起行 他们应该是往北边 绕过地中海 或者是直接 不是地中海 是红海 应该直接往北上 就是昨天晚上我们讲的 非力士路 那这个很快就可以走到了 个人来走 两三天 三四天就可以到了 那团体一两百万的人行进 最多也是一个月就可以到 可是神却不领他们走 非力士路 有关这一点 昨天我们在第三段也介绍过 那他们是往东南边走 刚刚我们看的安营在比哈西路 然后又往北走 巴黎喜分 这样转来转去 一下子往东南 一下子又往东北 所以华老觉得很奇怪 所以有人报告华老 说以色列百姓 可能在红海边迷路了 这个机会 我们可以再把他们追回来 继续当我们的奴仆 所以他们就有人这样说了 请看第三节 十四章第三节 华老必说 以色列人在地中饶迷了 旷野把他们困住了 就是因为这个转向 所以华老觉得很奇怪 又有人报告 说以色列百姓在旷野迷路了 所以华老就起了心 要重新把以色列民追回 其实这是神故意的安排 那么从东南往东北再走 巴黎喜分 对着红海来安宁 这是很奇怪的一个路程 那其实神是选这个红海 最狭窄的地方要过去 但是大家都不知道 所以跟着云柱火柱就这样走 那这一走呢 华老真的把他全国的精锐的部队 尤其是他最精良的骑兵队 骑兵队就带出来 我们请看第六节 第六节 华老就预备他的车辆 带领军兵同去 并带着六百辆特选的车 和埃及所有的车 每辆都有车兵长 耶和华是埃及王 华老的新刚印 他就追赶以色列人 因为以色列人是 昂然无惧地出埃及 这一段就是神很奇妙的带领 也是很智慧的安排 故意往东南走 再往东北转 安营在红海边 所以这样一转 这样一转 华老就认为他们是走迷路 所以就开始预备 全国的最精良的骑兵队 还有那些马兵 车马通通出来 要来追赶以色列民 于是以色列民就在红海停住了 那个时候 以色列民眼看 前面是茫茫大海 红海 后面是华老的追兵 他们就开始害怕了 于是神就在红海边 显出旷古未有的一件大神机 就是使红海的水分开 我们早上要讲以色列民过红海 这个过红海是一件很重要的预表 我们看第一行 这是一件大神机 预表新约的洗礼 好 请看哥林多前书 第十章第一节 哥林多前书 第十章第一节 弟兄们 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 我们的祖宗 从前都在云下 都从海中经过 第二节 他们在云里 海里受洗 归了摩西 保罗引证以色列百姓 过红海这一件神机 他说 他们是在云里面 海里面受洗礼归入摩西 这个云里海里 有人是解释水灵二洗 在圣灵里面 在大水里面受洗归入摩西 那摩西就是预表基督 所以以色列百姓 在云里海里受洗归入摩西 就是新约时代 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 在圣灵里面 在水洗归入主耶稣 所以这个是一段 很重要的预表 那么这一段 很重要的预表 我们将分成三段来谈 过红海之前 以及过红海之中 还有最后 过红海之后 这三段我们来谈 这个以色列百姓 所经历的这一件大神迹 那这一件大神迹 以色列百姓 他们非常的感动 尤其那一代目睹 亲身体验 过红海神迹的那些百姓 是永生难忘 所以每每以色列百姓 在信心软弱的时候 摩西或者是祖先 都会提起 他们过红海这一件神迹 来提醒大家 要重新恢复信仰 所以这一件神迹 确实是很大 把茫茫的大海 就这样子分开了 我们现在也很多电影 电影在演这一幕 那这一幕也演得很逼真 那但是呢 以色列百姓是身立其境 实际的走红海 走甘地 好 现在我们看第一段 过红海之前 第一 法老的追击 二 以色列民恐惧万分 这是过红海之前 以色列百姓所面对的 第一个是法老的追杀 法老的追杀 刚刚我们已经念了 法老动员全国最精良的部队 尤其是寄兵队 就追杀过来 所以眼看 这些寄兵队 非常的多 非常的强壮 一直追赶 就快追到了 所以以色列百姓 当然就恐惧万分 于是他们就向摩西 来发怨言 发什么怨言呢 我们请看十四章 十四章的第十节 第十章 法老临近的时候 以色列人举目 看见埃及人赶过来 就甚惧怕 向耶和华哀求 十一节 他们对摩西说 难道我们在埃及没有坟地 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 你为什么这样带我们 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 十二节 我们在埃及 岂没有废你说过 不要搅扰我们 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 因为服侍埃及人 比死在旷野还好 这是老百姓看到 这个法老的车马兵追过来 他们知道今天一定必死无遗 所以他们就开始害怕了 然后就开始向神哀求 对摩西发怨言 难道我们在埃及没有坟地吗 这是讽刺的话 因为埃及的坟地最多了 埃及的坟墓最多 而且是世界最有名 尤其金字塔 是世界的七大奇观之一 到今天 很多人到埃及 还是要参观金字塔 那金字塔是帝王的坟墓 有名人物的坟墓 所以埃及的坟墓 是全世界最好最有名 以色列百姓对摩西说 难道我们在埃及没有坟地吗 你为什么带我们出来死在旷野呢 我们死在埃及还好 当然就眼前就目前来看 确实是如此 可是他们这样的埋怨也不对 因为神还没有施行拯救 你怎么知道神不能施行拯救呢 所以第一段在过红海之前 因为法老的追杀 那以色列百姓非常的害怕 那么这一点呢 我们想想 尤其刚受洗的弟兄姐妹 或许受洗之前 有特别经验的弟兄姊妹 应该有同感 我们要受洗礼以前呢 也确实有很多的阻挡 有很多的困难 个人的阻挡 困难不同 每个人的埃及追兵都不同 我相信如果来做个见证 也许大家可以讲很多 你在受洗以前 遇到什么困难 什么害怕 什么忧虑都有 那以色列百姓是眼睛看着 前面的红海 后面的埃及追兵 所以害怕 有担心 就花怨眼 我们看一个人物 就是保罗 保罗要受洗以前 也是遇到很大的困难 因为保罗是法利塞人 是希伯来人 他要接受洗礼之前 也是很害怕 很多困难 因为他曾经逼迫 以色列百姓 用权柄 用文书 来抓犹太人 来杀害 所以一旦他要接受洗礼 他也是由于不绝 当时 那个传道人 亚拿尼亚 就对他讲过一句话 我们请看《十足行传》 二十二章 看看这个亚拿尼亚 怎么样对保罗说 勉励他要刚强 二十二章的十六节 书条片段二十二章十六节 我们看当时的亚拿尼亚 安穿 古雷 保罗 勇敢 世代 二十二章十六节 现在你为什么当言呢 起来 求告他的名受洗 洗去你的嘴 亚拿尼亚 接受主耶稣的选照 他 眼睛本来是瞎眼 因为好像灵片遮住了 亚拿尼亚 帮助他祷告 得圣灵 然后眼睛明亮了 亚拿尼亚又鼓励他 要接受犀利 因为是神卷选他 可是亚拿尼亚这样的鼓励 保罗很担心 他担心同胞的看法 亲戚朋友对他的评论 所以他犹豫不决 这个时候亚拿尼亚就讲这句话了 说现在你还为什么当言 为什么迟迟当言 起来 求告他的名受洗 洗去你的嘴 这是保罗自己讲的 他当时很害怕 不敢接受洗礼 所以亚拿尼亚给他鼓励 说起来啦 你为什么当言 为什么还在犹豫不决 你要求告主耶稣的名 洗去你的罪 然后你就可以赶快 到处为主耶稣做见证 经过这一番勉励 保罗终于勇敢地 接受主耶稣的名 受洗 洗去他的罪 所以你看连这个保罗 要接受洗礼 也有很大的困难 经过传道的勉励 才能够勇敢地放下一切 勇敢地来接受洗礼 今天在我们 真耶稣教会的信徒里面 有很多洗礼之前 也是犹豫不决 也是非常的担心 烦恼 忧虑 怎么办 有的人忧虑 我这些公阿嬷 要怎么 要叫相机拜 我们这些公阿嬷 要拿去给第二个 第三个 让大侠 让十五侠 都不是 很艰苦 要毁掉也很艰苦 因为公阿拜过了十年 好像亚伯拉罕 在无耳七十五年 要离开旧的信仰 也是很困难 有的因为怕人家的攻击 因为我的亲戚里面 只有我一家受洗 这个压力很大 怎么办 也是很多的考虑 很多的烦恼 但是呢 我们看第一段的最后一行 当用信心去克服 这些单律 单心都有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困难 但是要受洗之前 那些困难一定要用信心来克服 这个西伯来书十三章第六节 它是这样说 我来念 所以我们可以放胆地说 主是帮助我的 我必不惧怕 能 能把我怎么样呢 能 能把我怎么样 勇敢地自己说 放心 克服他 我现在做一个见证 我们现在在高雄 吴太太 她的儿子都在嘉义 以前住台东 这个吴太太啊 因为先生不信主 她个人是信主耶稣的 她要带两个孩子来受洗 可是她先生呢 一直阻挡 说如果你把孩子带去受洗啊 我就跟你没完没了 因此她忍了很久 到这两个孩子都 独幼稚园了 已经长大了 有一天台东啊 在开灵恩会 我跟林凤来长老 两个人去主持 星期六晚上 就是明天要受洗 星期六晚上 这个吴太太啊 就跟我们说 我在一直怕我先生 逼迫我 对孩子不利 甚至对我鞭打攻击 所以我一直忍耐 这么多年啊 没有跟孩子受洗 我想明天啊 我要勇敢一点 要带两个孩子来洗礼 我们还是跟他讲 你还是先跟先生啊 商量一下 最好尊重他 跟他讲一讲 他说我已经尊重好多年了 他绝对不答应的 用商量的没有办法 我们大家都鼓励他 也帮助他祷告 隔一天啊 他真的把孩子的 换洗的衣服啊 都带来了 然后就带两个孩子来洗礼 我们还是问他 先生知道吗 他说不知道啦 他不同意吗 他说多年了 很多年了都不能同意了 我不能再等啦 再等孩子长大了 就变了 所以趁着现在 于是那一次啊 没有深深同意啊 他就拜两个孩子啊 来洗礼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母亲信心很好 又很坚决 所以就帮他受洗了 受洗完了 下午回去啊 他就跟孩子讲啊 你们暂时不要跟爸爸讲 由我来讲 他就煮一顿很好的晚餐 一面庆祝两个小孩受洗 一面啊 也喂喂先生的胃口 他以为这样子啊 先生吃一顿好菜啊 应该会放松一点 于是晚餐啊 有说有笑啊 大家吃得很满意 先生也很满意 说说笑笑啊 正在很愉快的气氛之下 吴太太啊 就跟先生讲 我今天啊 带两个孩子去台东 教会受洗 那这样一讲 他先生脸马上变了 一百八十度很快 然后伸起手来就打 打他的脸颊 踏一脸 啪啪 像两个很大的 他就站在那边啊 末倒了 他准备啊 让他一顿痛打 他两下 哎 怎么没有啦 只有两下 他睁开眼睛一看 先生已经走开了 啊 欢喜了哦 我还要知道两个而已 走就好洗脸了 肚子冻到现在 要知道两个而已 他想不知道要怎么打 隔天早上早导会 一大早就来教会 那个时候台东啊 有早导会 六点半 一开门就说 啊 感谢主 两个而已 感谢主 两个而已 听着都没有 两个而已 后来 我们在问他是什么事啊 他说 告诉先生啊 就打两个 两个嘴巴啦 打两下 他说我才说两个而已 我整插的话就好 把他带来洗脸了 其实也说不定啊 也许早受洗啊 会打得更厉害也说不定 因为这一次啊 他已经有预备心了 打两下 啊 好啦 感谢主了 那从今以后 他就释放了 释放了 一直为先生祷告 没有过急呢 他先生生病了 生病了 也只是绝症 就带他来教会了 也乖乖的来了 后来啊 因为来不及啊 恐怕这个病了 会离世啊 所以赶快 大先生到成功教会啊 去受洗 真的啊 那受洗完了 大概没有多久 就离世了 他说我 有着这两个孩子 这样喝奶 让他打 总叫到先行的洗脸了 叫到先行的洗脸 这些 这些是我们 黄德恩弟兄的亲戚吧 这寿扎 寿扎 寿茶 这个姊妹 他的见证啊 也让我们知道哦 受洗之前 真的有很多人啊 内心都有困难 有很多的挣扎 到底要不要受洗 现在受洗吗 我一个人吗 还是带全家呢 很多很多考虑 尤其家庭越大的人啊 困难越多 所以受洗之前的 法老的追击也好 红海的阻挡也好 都要用心心去克服 这个法老的追击 是人为的打击 红海的阻挡是天然的 很大的阻挡 克服不了的 但是没有想到 用心心呢 可以克服这么大的阻挡 连红海都可以分开 连这个强大的法老 都可以投降 所以红海之前 就像保罗 他的经历 亚拿尼亚对他说 你为什么单言 为什么还在持言 为什么还在考虑呢 赶快起来 接受洗礼 洗去你的罪 洗去我们的罪是很重要 所以再大的阻挡 都要想办法去克服 只要你认识耶稣是基督 是你的救主 真耶稣交的洗礼 也是合法的大水洗礼 是赦罪的洗礼 这些都明白了 你就勇敢地接受洗礼 想办法来克服一切的阻挡 这是第一点 我们看第二点 过红海 这个过红海 更是空前的大困难 因为红海 水那么大 那么深 又怎么过呢 没有船 两百万的百姓 怎么过红海 但是神就在红海边 来显出神迹来 现在我们看摩西 怎么讲这一段话 请看十四章 十三节 十四周十三站 摩西对百姓说 不要惧怕 只管站住 看耶和华今天 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 因为你们今天 所看见的埃及人 必永远不再看见的 耶和华 必为你们争战 你们只管静默 不要作声 这是摩西 在他们面对 红海的时候 对以色列百姓 所讲的一段 很有力量 很有勉力性的话 说不要惧怕 站住 看看耶和华 今天怎么为你们来征战 大家不要讲话 因为今天所看到的埃及人 必永远看不见的 意思就是 今天这些埃及的军兵 都会死掉了 所以你们不用怕 这是摩西的勉励 摩西的勉励 也要接着神的大能力 才有办法 因为古力归古力 如果没有神显出能力来 把红海分开 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 所以紧接着 我们再看这个十五节 照顾站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们 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 你吩咐 以色列人往前走 你举手向海伸脏 把水分开 以色列人要下海走干地 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 他们就跟着下去 我要在华老和他的全军 车辆马兵身上得荣耀 十八节 我在华老和他的车辆 马兵上得荣耀的时候 埃及人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了 然后紧接着在神 以色列百姓前面的天使 突然间转到后面去了 本来天使跟云柱在前面引路 现在天使就转到 以色列跟埃及人的中间 就转到 从前面转到后面 云柱火柱也是一样 从前面带路也转到后面去 二十节 在埃及营和以色列营中间 有云柱 一边黑暗 一边花光 中叶两下不得相近 这个云柱火柱 昨天晚上我说 白天是云柱 黑夜变成云柱 可是现在是白天 神让云柱 一面是云 一面是火 所以一面是花亮的 一面是云 看不见的 这样子把埃及营 跟以色列营就分开了 然后云柱火柱 继续带领他们的路 来帮助他们 所以西伯来书 对这一件大神迹 用一句话来讲 我们看西伯来书 十一章 二十九节 十一节 西伯来书 十一节 二十九节 我们看西伯来书的作者 怎么描述这一次的神迹 十一章 二十九节 他们因着信 过红海 如行干地 埃及人 试着要过去 就被吞灭了 西伯来书的作者 在强调信心 那么关于红海 这一件神迹 也是一样 他们因着信 过红海 因着信 过红海 所以我们要接受洗礼 一定要凭着信心 如果有信心 神一定会开路 神绝对会开路 当然撒旦也会阻挡 现在台中教会的 福子和一家 欧诸佛一家 要洗礼的那一天 被计程车撞上了 他全家 骑摩托车 骑单车 要来赶八点钟的洗礼 出发 结果在半路 被计程车撞上了 撞上那个计程车司机 马上下来 很害怕 有没有受伤 我们这个福弟兄 不管了 他说 你现在马上 用计程车 带我们全家 到台中 真耶稣教会 公园路 一百一十五号 计程车司机说 我们有话好讲 我们在这里解决就好了 他说 不是啦 一定赶快 八点钟已经要赶到 计程车司机说 我们有话好讲 你要赔多少 要怎么赔 在这里谈就好了 不是赔啦 我今天要洗礼 八点钟 赶不上就来不及了 不要赔啦 不要赔啦 计程车司机 也是莫名其妙 不赔 要我在八点钟以前 送他们到 他们 真的啊 那个计程车司机 就一下子 送到教会来了 赶上我们的出发 游览车 那实际说 这样就好吗 都好了好了 去了去了 没有你的事了 那计程车说 谢谢 谢谢 他以为要找他麻烦 原来啊 他是要赶这个 八点钟的游览车 要去参加洗礼 所以啊 我们要受洗之前 确实麻烦很多 有的啊 有的很多阻挡 个人的阻挡不同 但是啊 自己要有信心 就可以克服了 那像这个福弟兄啊 就在那个节骨眼 发生车祸 但是他还是来得及 所以 因信过红海 这是我们 在这个洗礼的 这个 过程当中啊 一定要有的 因信过红海 因信过红海 出外洗剂讲完了 我要 做一个考试 我要做一个考试 弟兄姐妹 全部 我们做一个测验 测验呢 就是看圣经 看讲义 看你的笔记本 都可以 回顾一下 那么 这个每一项 每一项神经 每一项的道理啊 我们要 懂得 它的最重要的 记起来 我希望大家 在测验的时候 都能够考得很好 因为大家注意听啊 一定都会 好像刚刚我说的 因信过红海 因信 这个是一个关键的字 因为信心过红海 不是因爱 不是因为盼望 是因信 信心克服一切 就像亚伯拉罕 为什么献以撒 是因信献上以撒 希伯拉书的作者这样讲 他当然爱神 因爱来奉献 可是最主要是信 因为他相信 以撒能够再复活 所以是 关键是信 是信 那以色列百姓 能够过红海 也是因信过红海 这一点 希望大家 能够从这个 希伯拉书的作者 来了解这一点 好 第三 于是他们就过了 过了圣经里面 这个故事 我们大家都知道 神叫摩西深藏 红海的水就分开 里面的路是干的 圣经特别是说 走干地 这一间很大的信仰 黄海分开 水又是干的 土又是干的 土了 圣经里面特别强调 走干地 怕干地 红海分开 连地都是干的 所以以色列百姓 才能够这样子 一直往前走 那云住在前面 来带队 那他们一直往前走 等到他们走到一半 过去了 埃及的兵也追下来了 堆堆来 那埃及的急兵队 当然很快了 因为他们骑着马 骑着马 很快就追上了 所以云住火住 就转到他们中间 把他们隔开 一边是暗的 一边是亮的 不但是隔开 神又在云住火住当中 来看埃及的军队 圣经特别说 在云住火住当中 看埃及人 这一看 埃及人都乱了 就讲了一句话 因为耶和华 为他们征战了 这个是埃及人自己讲的 现在请看 二十四节 十四经二十四节 到了成根的时候 耶和华从云火住中 向埃及的军兵观看 该看 该看似乎乱了 反一间 是埃及的军兵都混乱了 二十五 又使他们的车轮脱落 哪里行走 以致埃及人说 我们从以色列的面前逃跑吧 因为耶和华 为他们攻击我们了 这是埃及人自己讲的 所以 这一次的神迹 确实是神行出来 不但使洪海的水分开 又使所有的地都是干的 要不然 一两百万的人 老老少少 怎么能够通过洪海呢 走干地 那么埃及人也追下去了 神 第一个 先用云柱把他们隔开 第二 在云柱火柱中来看埃及军队 这一看埃及害怕了 他们害怕了 就自乱阵脚 说车轮脱落了 大家都乱跑乱窜 于是他们在金黄的时候 以色列百姓已经都上岸了 等到都上岸了 他们想要逃跑 想要上岸了 回头走 已经来不及 神用水回流 把他们全部卷到洪海里面去 洪海就是他们的坟墓了 虽然他们有世界最好的坟地 可是他们是死无葬身之地 他们是葬身在海中 就这样子 这一件空前的大生机 就这样子来完成 那当华老的全军被吞没了 被吞没了 以色列百姓真正地脱离了 埃及的权势 就是脱离了埃及的控制了 从此以后 他们是自有之身 神的属民要继续往前走 现在请看第三段 过洪海之后 第一 脱离华老的权势 因为从今以后 华老再没有权利来伤害他们 社略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运点 因为社略是我们脱离没有几个核权的第一步 每一个人的社略就是离开最后 脱离黑暗的观世 离开设断的核权 彗立亚首基督 自由之国 所以社略的人都有很多好的建政 因为离开水 没有水 黑暗中 进入更明 所以有一个很大的转变 我自己在麻豆教会 我有这间 社略经济厄断 我现在说给我们听 我在麻豆 麻豆施洗 在社略 有两个弟兄犯血 两个家庭犯斜 整个在五乡上来社略 一般社略差不多 这十四个 十一个 我跟教会的负责人说 这两个麻烦的人 他们要去笑 小时候会打人 但是好的时候就平静下来 因为转变都行 我跟负责人说 那个点名的要排 排这两个弟兄排在最后面 最后面我们才来处理 那个弟弟比较好一点 排前面 排第十个 这个哥哥 这个比较麻烦 这个排第十一个 我可以给他们告词 那么前面就开始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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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顺利的 所以到第十个 就是这两个小的 起小的 但是现在已经静下来 就念第十个名 念一下 他就这样 忍耐一下 念他的名字 也好像听懂好像听不懂 你就说下去啊 他就下来 下来我已经搞在旁边这两个 帮助洗礼的弟兄 说等一下我奉耶稣的名 按头 按这个颈部下去的时候 你们要一个人按一个肩膀 我怕他均用 他们说好 但是我跟蒙蒙 因为我们团队的洗礼都有经验 蒙蒙的 在阿玛均软软 我说不认识 我就放牙所有的名字 把你洗礼 洗起你的水就按下去 已经顺利了 很顺利就 毛巾给他擦一擦 就上去了 最后 这个最麻烦的来了 我想想看他唱这个弟弟 这么顺利 那点名的就开始叫了 摸摸摸 叫 像一支那些点灰条 踩掉了 点灯都没了 那个点名的再叫一次 摸摸摸 眼看也没看 一支唱点灰条 叮到的 叮叮叮了 不叮叮了 叮叮叮了 都没叮叮 我就知道这麻烦了 我在那里水底 我一样 记住我 放水鸭售的名 走来 下来 还有效力 放水鸭售的名 叮叮叮了 刚刚是不动 现在一动 好像像在背 嘟嘟嘟嘟嘟嘟 很快一蹬下去 眼看就要冲下来了 我说好了好了 停停停 停停 停 就停 都给他饮 我跟你说 我说你今天要受洗 归入主耶稣的名 所以撒旦很不高兴 你心里那个撒旦很不高兴 会给你做动 你现在要听传道的歌 不能听你心里那个魔鬼的歌 哎哟 你现在跪下来 跪下来 也不跪了 我就说奉主耶稣 声明命令你下跪 好 就跪下去 跪下去 跪下去 不要听传道的歌 不要听传道的话 不要听心中那个撒旦的话 你现在双手放下来 像祷告那样的姿势 头低低的 好 你就开始这样做 两手放下来 我真的不敢 我两手放下来 很大的档子 我们旁边的人都噴到这样 全面都水了 都跳在过的 好 好 跪下来就好了 我跟蒙着阿姨君 蒙着 蒙着像铁棒 很重的 团队在港市里 都蒙阿姨君 就稍微会知道 有的会怕 也蒙下去 就给你带一下 我跟蒙着像铁棒 我就把旁边这两个交代 交代 等一下 你们一个人按左肩 一个人按右肩 我按顶部 我们就奉紫元素孙明 为他施行 我刚刚开始这样 在想而已 也交代好了 我带他在念 嘴底在讲话 一边 输了 输了 第一遍我听不懂 我听不懂 第二遍你又说输了 输了 我想说 魔鬼说输了 我就赢了 我就不够反复了 我放出耶稣生命 为你施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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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第二遍我输了 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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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赢了 所以来不及 憤怒我 就赶快洗礼了 洗礼完了 他头甩一甩 这些鸡 鸡 蜿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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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鸡蜂蜂 蜂蜂 蜂蜂 什么 台都都给你负负 要给你负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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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这个洗礼 是一个关键 因为从黑暗归入光明 从撒旦泉下 归入耶稣基督光明的国度 所以这个洗礼是一个关键 那以色列百姓也是一样 过红海之后 大家都很高兴 所以请接着下面 我们那一段是摩西和米利安 在红海旁边唱歌 因为太高兴了 太高兴了 所以洗礼之后 和红海之后 第一个脱离法老的权势 我们今天洗礼也是一样 所以刚刚我说这个弟兄说 输了输了 为什么输 因为已经进入基督的国度了 第二点 在云里海里受洗归入摩西 今天我们是在水里面 耶稣基督的宝血里面 受洗归入基督 受洗归入基督 那各种的恩典就来了 那我们常常听到很多弟兄姐妹 受洗之后很大的恩典 我们说什么 我们这个疯线 或是我们的福利 那我们的脱离 是先天性的心脏病 那我们的脱离 那我们的脱离 也会很变弦 现在我们的脱离 那我们的脱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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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要憑信心接受洗禮 我們也要幫助這些要心受洗的 讓他們勇敢來接受 我們脫口 一個鞋子也一樣 攝肥瘤 在地蒸在地蒸 蒸到一隻肩膀那麼大 撲出來 醫生不敢開頭 說這個開頭肥瘤不死 我不敢 沒人敢 後來就來洗禮了 來接受洗禮 他也不用說 我說我不是 我們全家都洗禮了 鞋子來洗禮 教肥瘤來洗禮 當然要接受 就洗禮 洗禮起來 那個流 一整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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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 醫生不敢開頭 所以我們洗禮真是關鍵 以前在總會 煮飯的那個張長兄弟 長兄弟的長太太 還沒洗禮以前 那是氣笑呢 那個張太太 我們以前常去總會吃飯 煮飯的那個長兄弟的太太 她就離世了 那是氣笑 那內部的人 自己內部的人 那笑得有夠厲害 笑得有夠厲害 笑得是拿那個大便 在一起吃的 來洗禮很奇妙 受洗之後 疲起來 傳道為他受洗 起來以後 講一句話 我沒房子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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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魔鬼說的話 本來 張太太的生窟是她的房子 魔鬼的房子 她受洗了自己講 我沒房子大了 有的是我沒路路走 我沒房子大了 這是副學聖經 她的聖經說 魔鬼會去照 很多牌鬼 來點進人的心 所以說 摔著一個棋子 說 我沒房子大了 那些旁邊的人 說有機會 你房子好 怎麼沒房子大了 我才說 不是啦 那是魔鬼在說的 他去房子 魔鬼不能夠大 所以全都好起來 你看 張太太摔了 全都好起來 不然對他們先行去葬火 去煮飯 煮幾個年 他們也在我們中央 一個在北島 所以 摔著確實是一個大恩典 我們今天 不一定要像別人這樣子 我們大家都要知道 我能夠受洗是脫離黑暗 進入光明 脫離撒丹 進入基督裡面 這是一個大恩典 所以第三條 二十頁 第三條 從此就成為神的署名 可以到迦南地去了 對這裡以後 離開紅海 我們就要向迦南地來走 因為是神的村民 神的庶民 所以每一個生日後的人 就成為天國的佩生 我們的目的地就是天國 就是天國 最後我們再看一點 當他們過紅海的時候 聖經特別有一句話說 水水 在以色列民左右做了強緣 這句話很差別 來看十四節 二十二節 以色列民下海中做乾地 水在他們的左右做了強緣 二十九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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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色列人 卻在海中做乾地 水在他們的左右做了強緣 這句話很要緊 所以特別記兩遍 這句話說 嚇大地 這一個 要緊的是 水在他們的 架橋邊 倒橋邊 做橋 全世界沒有人用水 做牆壁的 沒有啦 水怎麼可以做牆壁 就要移民 移民機了 怎麼要做牆壁 我們都不用 土 用草仔 用酒桃 用阿萌陀 有個中性 但是以色列百姓過紅海的時候 水在他們的左右做強緣 而且高過他們的頭 這一次要跟我們說 我們今天生日是全身有水 我們所有 都總有水 以前那個丹順魚 那個牧師 來洗禮的時候 我們每次到我見證過 他說 哇 我是一個千罪萬罪的人 所以今天 主耶穌特別為我準備大水洗禮 不過 還特別從天上降下大雨 把我全身的水都洗淨了 你口測有夠好 這樣跟他講 洗禮之後 他跟他講 我做得比較重 所以不但是大水 天上又落後 這樣給我洗一個工夫 洗一個很工夫 他說 單、順、喜、牧師 口測就是 不知道有兩天沒有 就離開教會了 他就準備做團圖 要來我們教會做團圖 我們說不行 我們要三年後 他說 我做牧師本來年 牧師本來年 你都不是真的所教會 你的道理跟我都沒工 就這樣不開心 我們台灣總會還特別 故意不測 自己開車 對台中 開始江藝路 台南、高雄、冰東、台湯、花蓮 誰誰誰對台北來 交台一人 給他介紹 歡喜 回家就說 要做團圖 不要做團圖 就再見 就再見 所以我現在是要說這個水 我們一年所教的這個大水 這個也是一個經濟 這也是一個根據 在左右做強緣 像全面一樣 對大、對中、經過 好 最後 最後我們看 以賽亞書 五十一章 第十節 以賽亞書五十一章 第十節 第十節 使海與深淵的水干涸 使海的深處變為蜀民經過之路的 不是你嗎 是的 我們的神就是讓海成為我們的路 讓我們經過 所以今天我們這個蜀林的路也是一樣 我們要得到主耶穌的救贖 也是從海中經過 從大水裡面起來 所以我們真耶穌教會的溪禮 是在溪河裡面 是在大水裡面 是在海裡面 來施行 我們全省在海中生了很多 很多教會 全中原住民的教會 台南地區也都在海中生了 我在台南的海也生了很多遍 海生了有它的危險 也有好處 比較有經驗的團隊 就利用海水那個硬 海水一硬一硬這樣 剛才看到海水那個硬你要搞 海水也有好處 也有它的危險 所以在海邊受洗 要特別注意 好啦 那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 以色列民過紅海告一段落 明年開始我們再繼續 把下面的我們再談一談 感謝主 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